怎么不选个中间的位置 那边才是焦点 不要 那边太闲眼了 我还是坐这儿吧 也是 以后你要是睡着了 都把你包管了 也不是没有这可能 所以 我也只能在这儿陪你了 感谢你今天带我来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电影放播 也是我第一次走公团 以后这样的活动 会有无数次 你要适应 如果你要是白玲的话 所有人都会喜欢 不这么完美 白玲就不希望你是她 我也不喜欢 你是嫌我蠢吗 当然不是 我知道白玲一直在看着我 她也一定特别喜欢你 如果你是她的话 她还怎么跟你做朋友呢 我喜欢一个小姑娘 我想让你帮我追追她 你是 雨翔 喜欢上一条姑娘 不行吗 你可是准备出道的义务了 你可是准备出道的义务了 每天有那么多事情要忙 怎么还能想这些东西呢 那我喜欢就喜欢了 而且越来越喜欢 我像满脑子 都是她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艺人 找女朋友是特别麻烦你的事 动不动就会给人家特别大的压力 让你这女孩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 不能 我一定会给她安全感 一定不会给她压力 而且我还要保护她 一直陪着她 你真的是很天真你知道吗 压力又不是你愿意给的 而是自然而然的形成 怎么会 我们不就天天唱歌 跳舞吗 那是因为我们还没红 但是我们老板一定会红的 到时候所有的媒体 白天黑地偷拍你 跟踪你 你跟她所有的生活 都会暴露在公共视角的 甚至会有你的粉丝说 她配不上 你觉得她能受得了吗 我受不了 你喜欢那个姑娘 是那个护士 叫吴悠悠是吧 你怎么知道 她可厉害了 她今天刚考进我们出道班 什么 考进我们出道班的人就是她 你别看她很普通啊 她当初要是不当医生的话 她早就是一个优秀的艺人了 那你更不能跟她在一起 这又是为什么 你忘了我们出道班的诡计是吗 你就当不知道不就好了 不知道 帮我追她啊 你别看她 你来得比我早啊 你好啊 我是吴悠悠 咱俩上次见过 你好 我是白颖 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尽管你 直接告诉我以后就好了 她会帮你的 直接告诉我以后就好了 好的 谢谢你啊 那我先过去了 咱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拜拜 怎么样 是不是说出了你的心声啊 白颖 帮个忙吧 你不是要让我帮你约她吗 你不是要让我帮你约她吗 你怎么知道 不行啊 这不 是哥们儿就帮个忙嘛 好吧 够意思 够意思了 你怎么行 我来自于你 你就像我的勇 每当我肆以妄为的时候 总会想起干瘪 衰败的你 你是我的枷锁 是我终身想摆脱 却无论如何 也摆脱不了的躯壳 你的存在不断地在提醒我 我的卑微没有离去 也不会因为我的抛弃 而视而不见 即便如此 我还是要拼命地离开你 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在所不惜